好 另外来看到啊 这个托育没负担家长更安心 来看到的是台中市后里区 第一座托育中心终于要干了 地点就在第一公有零售市场的二楼 整整花了三年争取 未来将可提供60位 0到2岁的婴幼儿托育服务 而市府在今年更调降小公托收费 也成为全国公托最便宜的城市 一片空荡荡的空间 还有未拆除了超市招牌 这块未在第一公有零售市场 三年未使用的闲置地 即将咬身一变 成为后里区首座的托育中心 这个是从109年就开始争取 到现在 从第一个到县长来县堪 发现说这个是比较有老旧的建筑 终于在今年份就发包了1200 争取到经费1200多万来发包 为了满足家长托育需求 减轻育儿负担在地方敏戴争取下 并网路各项资源及悬置评估 后里公托坐落于第一公有 零售市场后洞二楼 总金费约1200万元 预计提供60名0到2岁婴幼儿托育服务 而托育中心是以潮的森林为发想 由于是小宝贝的第一所学校 因此引入自然印象与美的感受 民众都乐见其成 当然很好啊 因为这样很多父母可以很安心的工作啊 就是这样 婆婆妈会比较有吧 因为他们可以把孩子送上去之后 还可以顺便逛一下菜市场 对啊 瞄准后里一年平均380位婴儿的出生率 随着后里公托的新建 将减轻家长的负担 而今年市府调降小公托的收费 也让台中成为公托收费最便宜的城市 还有生育津贴 调高一万到两万 要让年轻人敢生敢养 因为现在一般的话 这个照顾的话 一个月本来是七千块 然后我们市政府在补助四千 所以说一个月才 小孩子送到这边来投育才三千块 可以减少很多家长的荷包 还可以让家长可以到去公司 还可以出去外面赚钱 后里公共投育中心工程预计七月竣工 未来配合公托倍增计划公托将在今年扩增到50座 打造台中成为育儿友善城市 也减轻青年育儿的沉重负担 点赚钱